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有17支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其中4支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付条件上市 多支疫苗在境外获批开展3期临床试验 4支中国疫苗获得一批国家的紧急使用授权 或付条件上市批准 据我了解 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 中国政府宣布向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提供1000万剂疫苗 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积需 中国政府鼓励并支持疫苗企业向愿意购买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 目前已经进口或正在商谈进口中国疫苗的国家有40多个 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国家药监局对疫苗质量实施严格监管 疫苗研发企业始终严格依据科学规律和监管要求 依法合规推进疫苗研发